大家好 我这盆 茶花叶子开始老化了 不过这件事我们不要忘 因为这段时间又是茶花的花芽分化的家庭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影响开花 首先大家看一下 这些 茶花的叶片 出现了这种情况 仔细的分析一下 再看一下背面 这明显的是从此咬过的 然后我用沙虫细路机 噴过一次 基本上就没有出现 这个叶子被虫子啃食的 情况了 这种沙虫细路机力度完保 无臭味 适合家庭使用 我这些茶花叶片应该是一些 小青虫啃食的 因为 我这个茶花和叶极花摆放在一起 是 处理虫害之后 这个叶子慢慢的开始老化 也进入了花叶分化的阶段 再看一下我这一盆茶花 枝头上 已经挂满了 花苞大大小小非常多 这个叶异上 这些都是花苞 当茶花的叶子开始老化 我们 就用零酸二斤碱 一对1000毫升的水 每隔15天给它喷洒 喷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喷洒均匀 叶片的正面反面 当这个茶花 花苞已经露出花色 我们就停止 给它 施肥 这个时候 给它充足的光照 当光线过强 我们适当的遮阴 防止叶片被灼伤 僵血的话 我们要遵守一个原则 空虚开花 如果出现了花芽 我们就要给它 充足的水分 保持盆土 微适润 不能偏看 好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